今天是國際影展舉行的第六天 在旅遊塔舉行澳門影像新勢力頒獎典禮 李卓薇憑著紀錄片《棉花》奪得評審團特別獎 很開心 因為很難得 因為這一齣戲是講我阿姨的 她身體不舒服 也很難得來這裡和我分享榮耀 我很開心 澳門的憂鬱症比率 其實是遠遠超過附近的城市 但不是很多人關注這個議題 很感謝文化中心新勢力這個項目 因為有這個項目才能溫度這個計劃 澳門影像新勢力是今年澳門國際影展 旗班獎典禮支持項目 所以當中七套紀錄片 四套劇情短片 和三套動畫片合共十四套影片 可以在文化中心手影 主辦單位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影展這個國際級平台 令到本地電影人的作品可以得到更多注目 中文化電影人的作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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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化電影人的作品